4月21日,奥巴马将一份为期30年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文本提交给国会审议,并敦促国会与批准。 这项协议将允许中美之间进行与核能研究和发电有关的核原料、设备、部件、信息和技术的转移。 一些议员认为,必须确保这项协议不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防止核扩散的目标。 反对者提到,美国的一些民用核技术和设备可能被中国用来制造核武器或改进海军核潜艇的静音性能。 一些人士还担心中国向第三方扩散核技术。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斌5月11日,在位于华盛顿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举办的《中国核武器思考研讨会》上谈到, 中美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对美国的好处比对中国更大。 如果中国能够从美国学习新的核能技术,也许能够使得中国的核能技术进步更快。 但是如果没有,中国自己也能把它做出来。 但是如果美国没有这个合作机会,美国的核能工业就会死掉。 美国的这些核工程师就要提前退休,美国的核能专业的大一生就找不到工作。 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这些意识形态的疯子还不能从目前美国遇到的困难里头醒过来。 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非常悲哀的。 美国人民选了这些议员,居然不替他们着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吴日强在会议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 如果这项协议最终无法通过美国国会的批准, 中国也不会担心会影响核能研发。 实际上,其实我现在并不是特别担心中美之间美国不乐意向中国转业技术, 我反而对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高兴的态度, 因为美国切断对中国的技术交流,意味着中国必须开发自己的技术。 实际上,逐渐的美国人会看到在所有美国不愿意跟中国交流的领域, 中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完整的技术体系。 实际上,这对中国从常有来看,对中国是个好事。 这份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议的前身是中美于1985年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 而那份协议将于今年12月失效。 与1985年协议内容不同的一点是, 在新的协议下,中国将获准对美国在华建造的核反应堆中的燃料进行再处理, 并将分离出的原料用于民用核项目。 因此,一些美国议员和法律人士担心, 中国会将这些分离出的原料用于研发核武器。 吴日强在采访中表示, 美国国会议员对于中国可能会将民用核能用于核武器研发的担忧完全是过滤。 他说,中美现在的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 在对中美来说,核透明度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美的战略互信。 所以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 在90年代的时候, 李贝老师刚才提到一点就是中美之间的核武器实验室有过非常好的交流。 在那个阶段,中国向美国展示了非常高的透明度, 就是美国人去了可以参观所有的核武器实验室, 可以参观核武器实验场。 就是只要有战略互信, 核透明度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尽管国会可能投票冻结这项协议, 如果国会在90天的审议期内没有做出决定的话, 这项协议将会生效。 美国真一记者穆小艺、黄峰、玉港、华盛顿报道。